我也是打算 因为我爸72 我妈差6岁 我想我这辈子 如果不带他们走一次 他们就没机会了 他自己跑你也不放心 对但是我爸 我爸是 进度卖支架 我妈是脑血栓 需要坐轮椅 318应该没问题吧 你慢一点应该没问题 慢慢走 你就一车三个人 对 你慢慢的 你人不多 路上的物资都比较全 不需要带太多东西 车子尽量轻一点 轻一点的话 我是想318不能白跑 跟工作结合起来 对 然后到时候 别玩别玩 大概时间几月份去跑最好 5月初 5月初 或者说4月底 我确实是五一要回东北 接我爸妈 你为什么说那个时候跑最好呢 你去早了呢 路上会有血 放牙口 现在318修好了 但是还是有几个牙口要翻 就是放牙口的时候不安全 还有一个去找了桃花没开 哦对 然后树什么的东西 雪基本上化掉了 除了山顶上的雪线还有 路上呢就没有雪了 那就是让我爸妈到北京跟我会合 然后开车 直接插湖呗 哦 不不去上海 不走全城的 对 不走全城的 你要想好 你要想好 因为你这个你要走的话 你肯定做个路书 你做个计划 因为你还有拍摄这些东西 对对吧 然后到时候就一路开着 问318 嗯 因为半夜吧 一个半夜差不多 你出来的时候 然后你到了318后 然后你去一下那个西藏周边的 我们洋湖啊 怎么拉不错啊 也一定要带老人去杨马顶泡个温泉 嗯 杨马顶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温泉 天然温泉 露天的池子 那是这儿八经 你能看到 那可不是假温泉 能看到那个泉水从那地底下 就咕噜咕噜出来了 然后第一个池子就特别烫了 一个72 一个66 嗯 我不带他跑 这真的就没机会 对 然后带老人去拉不错 让老年狗看看日出日落 是 号称最美的爱琴海吧 对 东方爱琴海 很漂亮 温温跑 一个半月跑了 嗯 珠峰的话就可去可不去了 珠峰这两年也都封掉了 然后你也看不出啥来 是 你要是就是往那个 日卡德那边去的路上 就是远远就能看到那个天气好的话 远远就看到那个珠峰 特别漂亮 你走近了 走近了反而看不着 因为那个云雾一打 啥看不着了 你在远处看 你反而能看到那个珠峰这一圈 我们一起防车游遍中国